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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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們現在要進行的這一場分享會 是《鸳豫人生》的一個新書分享會 那《鸳豫人生》其實你看書名 你就知道它其實是在講一個鸳豫的故事 但是它不只是鸳豫的故事 它是一個關於死刑犯的故事 《鸳豫人生》這個主角達米恩 他們被稱為美國版的蘇案 那我相信大家對於台灣版的蘇案 就是蘇建合案殘送21年的司法冤案 都應該非常的清楚 那這本書的主角達米恩 他沒有辦法來到台灣來跟我們大家分享 可是我們在這場分享會上面 我們邀請了蘇建合 然後還有剛蘇呢 他是人本南部辦公室的前辦公室的主任 謝真芳 他是當初呢 在南台灣一直在聲援書案 做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的一個 謝真芳老師 那在今天的分享會開始之前 我其實想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下星期25到27號 星期五到星期天 在高雄柏爾V8特區 V8倉庫的一個影展 那其實這個影展他是關於殺人的影展 他關於殺了人的人 也關於被殺害的人 然後我們希望能夠藉由這樣子三年一度的影展 三年一度的殺人影展 有更多的空間跟用更多的影像 來跟大家討論死刑這件事情 那我現在又把時間交給建和還有真芳 當我們在這本書裡面 我還是第一次這麼深刻的 從這樣的一個角色 他自己是那樣的一個 慘淡的一個青少年過程 然後人家說真的有夠拍拚就對了 到了18歲那一年 又被莫須有個標籤畫的一個刻板印象 而且是一個所謂的少年保護官 這樣的一個角色 到社區裡面不斷的去負面的圈牌 這個孩子是不好的 你們不要跟他幹什麼 這個在學校被孤立排聚的這個小孩 他在那個完全被隔離 甚至不能見容於很多人的時候 他到底是怎樣一個心路歷程 他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過程 讓他們能夠度過那個歲月 當我看到這一段的時候 我那麼多年了 我今年這樣的年歲 我真的覺得 哇塞啊 過去我們說 我們了解青少年 我真的是第一次看到的 一個文明正好的年輕人 那這個孩子 在那個還沒有冤獄發生之前 他就開始用筆寫下他的東西 就像他講的 因為那個所說的 寫作 寫日記是他的一種 書法 是他的一個復訂 所有青少年歲月燕的那樣的難受 悟悶 都透過寫作 然後呢 冤獄了 他到了監獄 他到底是怎样活下去 18年产无人道的死囚的岁月 他是怎么下去的 那么多年我们都常在讲说 一个人在碰到一种 好像走不下去了 完全绝望了 我到底怎样去 体认到我的生活 或者甚至我的生命 还有值得再期盼的一种意义 那这个给我们很多的一些启发 他靠着冥想 他靠着祷告 靠着书写 靠着大量的阅读 看了这本 类似自传的这样的一个岳月人生 我们很多的都要害你 我这个文笔 我这个文字工作者 我常常说我是文字工作者 都害你 这样的一个孩子 他在他的整个成长的过程里面 他是一个类似学习低落人 不见得无人 但是他这个量点 让这个人的价值是如此如此的 所以这本书我不谈后面的缘语的部分 就是让建文来谈不谈教育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去抢救石球 我们没有把握 我们的司法真正的公平 真正的不管诗词或者是程序 他真的合理的对待了人 何况再说这些孩子们 完全不能选择他的生意 他就生在那样的家庭 那么困苦 家庭整个的私能 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 不管他在家庭 他的学校 他的社会 不需要不担责任吗 这也就是我们心有不忍 一个孩子生出来 你的孩子 我的孩子 他的孩子 都是天使般的可爱 单纯 为什么这些孩子 不能选择他的生命 就生在这样的一个需求会往 所有整个基本需求都被剥夺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环境 这是我们的典礼跟义 当我们认为这样的一个 就算说 不要说他是鸳鱼 就算他真的犯了错 他也只能承担他该承担 所以很多人常常质疑我们说 书建合 你昨天想要承认犯案 问问这个孩子 你为什么要承认你犯案 他中间讲了一句话 他说 他以前 还没有碰到这个事情之前 他写的一些东西 被瘫在阳光下 他当下他在乎的是 他被偷窥了 他已经管不着以后 他是不是会被判死 其实会干嘛 他是一个青少女 他当下他就觉得 他赤裸裸的被偷窥了 那这个就是让我们去反省说 我们自以为我们了解很多的青少年 我们了解很多的孩子 是吗 他们如此的在乎他们被偷黑 所以他要穿个黑衣服 那这里面也谈了很多青少年 他如何在那个成长的过程里面 还有一点自信自尊 什么东西让他自信自尊 他在生活里面建立了一些目标 他看书 他在这个里面 他没有办法 他养成了自己的一些 比别人优秀的一些能力 诸如此类的 所以这本书不是谈学理学 他给我们在这场很多的 爸爸妈妈的行词 到底我们的孩子需要的是什么 回到台湾的教育学 只是为了这个孩子 有一堂课 是弹性课程 他开始躲到图书馆去 开始看书 他都在这个书里面 他找到他的乐趣 我们很多的所谓的禅性课程 都被拿去考虎 留给孩子一些空间 留给孩子一些时间 是何等的重要 所以这也让我们 反显台湾的很多的教育 我们要试着从别人生命 从别人的立场 别人的眼光 害怕的生命 而不是在做你我的立场 当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会不理解我的事情 所以这本书让我谦卑 这本书让我擔心我们的教育 然后其实冤育人生是 就是我来下高雄之前 我约会翻一下 实在是看了三分之一就看不下去 因为如果说到非冤枉 其实我想大家或多或少都有相同的经验 可能只是人家冤枉 小小事情 可是呢 就是有一些人 特别就是被冤枉 就是叫我们 是最大头的 就是关于生命 而冤枉其实它是有个方程式的 就是什么 冤枉大部分都怎么造成 它其实就是假的鉴定 跟假的制法 各位在冤枉人生这本书里面 你们可以发现到说 不管是监视人员 当初监视这个案件的 证据的监视人员 他是考了五次要考法医都考不上 所以他只能当处理法医 然后证人的 就是 只认的错误 还有为什么最重要的说 他不是你做的 你为什么要承认 如果是我的话 打死我都不会承认 这我以前人家常跟我讲 可是 各位要知道 当一个年轻人 然后他到了警察局 可能各位比较 没办法想一下 是因为 现在我们的 当然在我们的施法部份 我们是有长足的进步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警察局 我们现在在警察局 台湾 也有 可以 就是要录音 全程录音录音 这个在 亚洲区 我们台湾算是 最近不容易 不过 话说回来 上游 政策下去有对策 他可能是在 警察局外面先 行求一班 恐吓一班 然后再进去 警察局 这是 目前 台湾还是有少数 虽然我们的行求的部分 是有长足的 就是降低 以前 在二十年前 十个人 一定有九个人被打 一定的 不管你有没有 方案 你如果被带到警察局 就一定先行求先打 还有一个 为什么会被打 因为那一个人 通常就是 警方的姓名 所以他就不会被行求 所以在过去 不管是在国外也好 或是在台湾 行求 取购 这是一般的办案方式 然后 为什么这个 就是 算是起因 就造成冤雨 然后好 再来 明明就不是你说 比如说 我昨天看到 曾芳姐 从八五大楼的最顶楼 然后他跳 缓缓的跳到一楼 安然的招急诊车离开 在场 各位有没有人相信 不会信 这太妄妙了 可是呢 就是 如果是 在刑事方面 再过去 如果你自白的话 结果 你发现 所有的证据都不符合的话 你还是会被盯着 因为 就是在早年啊 我们台湾是说 只要你 承认犯罪 你就 九成以上 你都会被定罪 所以 为什么 当年啊 台湾警察都 就是 都是非常的神乎其寂 他们都不用出去犯案 然后在警察局里面 他们啊 就是差不多隔了一晚以后 隔天就會 马上召开记者会 就会常看 水果日报 或是等等 你会发觉 警方就会开记者会 宣布说 他们呢 小与大义 然后突破嫌疑人心法 那嫌疑人就认罪了 就宣告出来 可是事实上啊 过去台湾的冤案 都是这样来的 那为什么警察 要取得 嫌疑人的自白 我们逆向思考 就是因为呢 他们根本找不到证据 那我 就是从 冤狱人声里面 我就看到说 他的情节 就是 就是典型的冤案代表 然后 各位可能 很多人会想说 为什么达米恩 最后他要认罪 有所谓的认罪协商 各位可能 不知道什么叫认罪协商 认罪协商 认罪协商 就是说 检察官 他可以 就是跟当事人讲说 不然 我判你轻一点 我起诉你轻一点 可是你来认罪 因为达米恩 他其实 这件案子 达米恩 他其实 就是 他已经被关18年 所以呢 他接受了检察官的提议 其实 我们当年啊 其实就是 总统也是要特赦我们 因为 他是说 那就是 问我们 就是有问我们要不要 我们 我们是拒绝的 他可能都会想说 那为什么 我们要拒绝 然后 为什么 我们还受得了 我觉得说 是因为啊 就是 就是在过去 受到很多不平等的教育 我觉得说 就是 因为是司法 误判 即使 也要 证明自己的清法 所以 我就拒绝了 特赦或是 相关 然后 就是要 尋法律 不续的去 去 争取自己的清法 因为 就是 他其实这个过程 是因为 我对自己是很有信心 是因为证据上面 然后 就是说 回到《冤运人生》这本书里面 他 其实他的证据 是有瑕疵 很有问题的 然后 他 所以 达米恩他本身 他也是因为这样监视 然后 我略说一下我的部分 就是 其实 我们在二十年前 我们的那个证据 其实都存在 因为当年 监视人有 有去做监视 然后 现场只有一种的 学指 就是指纹 跟一种的协议 好 那问题来了 那如果 你只有一种的指纹 一个协议 是不是只能推断 说是 只有一个胸口 可是 那个 警方 他就不相信 他说 被害人 死的那么惨 肯定是 留下 指纹 血液的那个人 把其他的人都擦掉 他就忘记擦掉自己 他就会开始 就是 有很多合理的去解釋 就是说 你一定有去犯罪 只是 真居悲焉 所以 我第二步要讲说 就是 冤案的造成 除了刚刚讲的 假的限定 跟 不死的自排外 最重要是 那个 檢警的想像 所以 我们在 冤狱人生里面 过程里面 就 就会看到说 这个 其实 檢警啊 如果 他不能 不能 就是 严守 证据法则 然后呢 有证据才方案 反过头来说 我先假设 比如说 我看真方 看起来 他好像是坏了 好 我先认定他有坏了 再开始来收集证据 找不到证据 他就 他就 行求 灌水 便井 要他自保 这样对吗 这样不对的 所以 我觉得啊 简单来讲 就是说 这是有罪推定 跟不罪推定的差别 然后 因为在台湾 我们 虽然 这几年有一直在进步 可是 你们会发现 我们的社会 虽然就是公民意识的抬头 美国 日本也是 我举2011年 就是 达米恩被施放 然后到 今年 在 我们比较 耳熟的 就是日本 日本也有 逐利事件 就是 有一个尖交利的 他也是非冤枉 然后后来 经过了17年 他就是 获判无罪 然后 法官还单品 跟他 对不起 道歉 然后在美国 这个 达米恩呢 虽然说 他后来 因为受不了 所以他 认罪 然后当地释放 可是呢 你们可以从 他的 一些记录片或书里面 或是支持他的人 目前还是在 极力的为他 就是奔走 然后他们希望 这件案子是应该要平凡的 因为他们可以 百分之百的缺恶 不是他 他所为 然后在台湾 刚好是在 2012年 就是被 就是 不对定烟 然后 总的言之 就是说 整个过程 我只能说 就是 被冤枉 这是几率问题 还有就是说 如果你要如何增加 我被冤枉 其实就是说 就像达米恩说的 他在那个死囚房里面 他没有遇 他在那边18年 他没有遇过 念大学人 这又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念到大学人 你就不会被冤枉 然后事实上呢 我们台湾有做过相关的研究 国外当然也有 就是说 通常会被冤枉的 都是差不多在国中的程度 所以可见得就是说 如果你是个 人家认定你 你就是 没有好好念书啊 没有正在工作 他很容易就是 假设你 你就是社会的平原人 你就 你无权无视 他可能就会冤枉你 这是现况 所以 我觉得说 在这个 整个过程啊 我觉得说 就我们一般人 一般人而言 应该是说 我们应该要 了解到说 正义 所谓的司法 正义 什么叫司法正义 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司法就是正义的 最后一道防线 然后会说这句话的人 我觉得他 基本上 他就已经是一个 可能啊 会漠视冤枉的人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 司法 他是道德的最低标准 因为司法 是由谁组成的 就跟我们一样是平常的人 你说他有多少专业知识 其实 我们只要个人有兴趣的话 我们也会有相关的知识 所以我觉得啊 在 就是在 面对 冤狱啊 其实是应该要 有比较多的请示 而不是说 好我们 从来不会去 顾判人家 可能 跟各位报告一下 可能各位 比较 不了解 你们知道近十年啊 台湾的 元宇总共赔偿了多少钱 跟各位报告 近十年啊 我们赔了十二亿多 十二亿多 对 这是最新的资料 然后 你们知道 那个 当然 一般的话 我看 那些资料 通常都是赔几十万 然后一个案件 我只是赔几十万 一两百万 你们想十二亿 要有多少原案 跟各位报告 我平均下来一年啊 我们一年差不多有三百件的 冤案 等于说每天都 我们都 台湾都有冤案发生 可是 你们有看过相关的新闻说 法界说他们觉得说 对于那种冤案冤狱的人 有道歉吗 没有 他们说 反正国家 你申请国家 会赔钱给你 那有谁 这种钱 谁要呢 然后 在今天最后啊 我想要说一下就是说 我看《玉玉人生》这本书 我的感想 因为 达米恩啊 他在里面他有说 他如何在绝望中度过 我觉得说 这对于 一般人 叫 没有遇到什么样的挫折 或是灾难吗 他可能 比较没有办法想像说 如果遇到了怎么办 然后达米恩 他在书里 我是 看了我的认知 其实说 其实他 因为他 当年 其实 我想 他应该也是 因为他被当做是一类 然后 他被当做是一类 他其实 他在于 就是说 他也没办法 很好的教育 或很好的朋友 甚至 人家会 取消他的智商 因为他的智商只有72而已 大家都不喜欢他 像在我们台湾的话 我们也 可以常常看到 我们看到 有身心障碍啊 或是有残障 或是 就是有那种智能比较低的 我们 我们很难 把他 跟我们 平等的 地位 看待 因为我们觉得 他总是不行 可是 在愿意人生里面 我们看到说 达米恩的问题 甚至比我们 一般人还好 证明说 一个人 只要可以努力啊 他是可以 克服所有的问题 那今天 我就很高兴 跟来高雄 然后跟大家说明 然后 其他时间 就是因为要留给 有问题的人 发问 谢谢建和 跟真方的分享 那我想 现场应该 有一些朋友 可能对于 不管是月遇人生 或者是真方 谈的教育 或者是建和 他21年来 被冤罪的人生 可能会有一些疑问 那我们现在 就是开放法问 有没有朋友 有问题 要提问 或是想要分享 就是 我想要问 就是建和 就是你 呃 承受那个冤孕 那么久 那你在老中 是如何度过的这样子 然后跟 呃后来就是 你被判定 五罪出来之后 因为跟社会脱节 那么久 那你是如何 让自己 就是适应这个社会 然后如何跟人家相处 然后他们是不是 对你还是会有一些 污名的部分 这样子 谢谢 所以 我很喜欢来南部 因为在台北 常常会有人叫 都很善意 来南部 都没有人 会叫 然后 我 其实 我是 我没有去过监狱 然后在台湾的话 他是叫看守所 就是在疏痛 因为 那时候就是 我在看守所 待了 十一年半 四千多天 然后当然 一开始我非常的 呃 绝望 然后跟 无助跟无纳 每天哭啊 因为当年我才十九岁而已 因为我有很好的父母 然后 我知道我 我爸妈都没有放弃我 然后 我就想说 尽量不要让自己在这种 恶劣的环境中疯掉 所以 我爸爸 就会跟我讲说 那你要不要 跃 我简述一下 我 当年 是怎么样生活 我每天带 两公斤的脚链 走下来的脚 我 部件两年多 还没好 就是 不拆下来的 所以 你会觉得 那带两公斤的脚链 要怎么样放褲子 有兴趣 我告诉你 然后 我的房间很小 然后就是 就是 差不多 三个五那么大 就是 我这样躺着 差不多躺三个五 那么大 然后 每天 时间很多 因为 你不知道 早上要干嘛 因为 背叛 重型的 就是起诉 或是在禅送中的重型犯 他是 不准 被 一般什么 可以去做 在工厂做手工啊 等等 什么都不行 所以 我就只好 阅读 然后 我 开始 就是有一直看书 然后 可是有时候 心情会很烦啊 那当时就是 也没有什么 什么都没有 因为在台湾是没有 当年就是 也没有 没有电视 什么都不行 所以 因为 那个是 应该是很久以前的 那个 老旧的 那个 看守所以前 台北看守所还没整修 是非常老旧 所以我只要 用手啊 往地板一敲啊 白蚁蟑螂啊 什么 就会跑出来 所以就 开始就 一开始就快疯掉了 我开始养蚂蚁 养蟑螂 然后训练它行军 就是 会 找事情做 就是真的是 不知道要干嘛 可是 后来啊 我就是因为 想到说 我 父母在外 在外面那么 辛苦的奔走 然后 虽然很绝望 可是 我自己还是 不能放弃 因为 我如果自己放弃的话 那 神仙 人家说 神仙咱就 不命了 所以 我就是 就是 度日如年 那 那不过 就是 还是想办法过去 所以 我就开始就是 月子 然后 回来我什么都不会 我连 以前我们只有三排嘛 台市中市 跟那个 华市 回来啊 都回到家 因为我 我家人 我有弟弟跟妈妈 然后 我弟弟他们要上班 他就 把那个遥控器给我 说 你 你 胡聊自己看电视 我看到那遥控器 我不会用 因为 他 可以 一百台我连开都不会开 然后 瓦斯尾 我也不会开 都不会 所以就 花了很长的时间 就是重新去 我连回家 我出去 买个东西回家 我都会迷路 因为以前我们家 都那附近都是农地 大楼 不会超过五楼 回来都还有三十幾楼的 然后 我就是 就是都很害怕 可是就是 常常遇到很好心的人 就是 默默的就是 会 会帮助我 然后 所以我一直 返怀感激 虽然我的人生 过去有二十一年 非常的辛苦 可是我觉得说 就像 我爸爸讲 我爸爸 他为了就是救援我 然后 然后七号成吉 他在五十岁就过世了 可是他就告诉我 他说 他花那么多心力救援我 不是要我一直 就是活在那种 怨恨 怀恨 抱怨的那种人生当中 他希望我是说 他可以看到我 不管 在土 也可能有一个 比较幸福 他比较有希望的味 所以他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 来帮我 所以我觉得 也因为我就是 难怪感恩的心 所以一路走 我觉得 我现在目前 失忆的还算好 我问一下 你刚刚说 当初出现了海岸的时候 人等教育基金会是 怎么样 面对这么大的一个体系 然后或者是 遇到了困难 然后你们的程序 是怎么样走的 所有 台湾只要有案件 我们就会接到各种 各式各样的那个谩骂的那个电话 说人本 小小的一个单位 穷得不得了 每年要募款募得半死 那一个办公室也没有几只小猫 我们何能何得 有那么大力气影响台 何况教育改革 所有的权力资源 我们完全碰不到啊 那个要点就是在 因为坚持 做一些对的事情 因为我们知道 人的价值 是有意义的 所以我想 在一个非常绝望的环境里面 让他活下去 就是 他知道有一些意义在 不管那个意义 是一种爱情的魔力 还是那个意义是 他知道这外面的世界 有一些人很关心他 我想要知道 就是想要了解一下 那个当初就是死刑啊 然后又无罪了 就是你那种心情 然后还有想要可以不可以 你谈一下那个 关于死刑的问题 然后还有就是 我想要问你说 你对台湾的司法 是不是还有那个 一个性情在 就是像你刚刚说 你不愿意接受特色 想要用法律的方式 来证明你是清白的 那你是不是在这一点 你是不是还相信死法 其实 当然我一直相信死法 我是相信他 总会改革 总会进步 总会 没有冤枉 我虽然大家说 我是笨蛋 因为大家其实都 死法里面有很多恐慌 然后很辣 可是话说回来 我们 我们没有那个能力逃去他国 或是去别的地方生活 我们只有台湾这块土地 所以 能做的就是 尽量都处监督 要求他要去改革 然后当然就是也是 真的是这几年 是台湾公民社会的抬头 一的司法 他们也一直在进步 就举101年就好 最高法院啊 最高法院啊 他们就是 做成了一个决议 我觉得是 让我还满 高情的 他们说 检察官应付举证责任 要落实 无罪退定入证 然后当然 因为台湾真的是 这几年很进步 还有就是 注入了 司法注入了心血 尤其像你们这年轻的一代 我就是觉得你们 非常优秀 因为就是现在新的那种 司法官啊 他的素质 还有他对于人权法治的概念啊 其实是好很多的 我随便举个例好了 在过去 如果是 法官误判啊 你们觉得 过去的老法官会怎么讲 他会说 我们考试都第一名啊 我们都是最优秀的啊 我们怎么可能判错 他们完全不知道 人间疾苦 可是现在新的法官 他们会引用良公约 引用人权的概念 落实严格的证据法则 所以我个人认为是 有进步的 然后对于死刑啊 在我顺便举美国好了 美国 他平均七件死刑 有一件事冤案 然后各位想一想 如果你去搭飞机 你搭七次就一次会追击 那你敢不敢到 那既然他们的死刑是 那么不可靠的东西 那你为什么会相信死刑 好 回头来说我们台湾 台湾有没有冤案 大家都知道有冤案 我刚刚有讲了嘛 十年赔了十二亿多 然后可是你去看看 有没有相关的文献 相关的论述 或是资深的法界说 他们去做这方面的检讨 或改进或研究 完全没有 你找不到什么资料 有的话都是民间 赚述出来的 所以我觉得 这个落差就在于说 我们能不能容许 我有一次去 今年啊 去某大学演讲 就有个学生 他提出了一个问题 然后要我回答他 他这样讲 他说工业产品啊 都有千分之五 或不安分之五的容差率 就是我制造一千件产品 可能就会有五件不良率 他说法官自忍不自省啊 我们怎么可能要求他百分之百 所有的案件都判对 然后我就回答他 我说那你愿不愿意当那千分之五的犧牲者 他说我当然不愿意啊 白痴才愿意 我说那谁是那个白痴呢 所以我觉得说司法 不是任何的领域 他是做的是神的工作 所以我们更应该去要求 现在台湾 我们不要用冤案 我们用疑案好了 像你看 现在成品里面有出的书里面 十三宜 KTV杀人事件 就是证信责案 他所有的证 他的有力的证据被警察淹没 然后现有的证据 都指向他是无辜的 可是他为什么还是被判死刑 而且还惊严 这我反过头来 我个人是有很深的沉痛跟无奈 谁 就是反正不要冤枉我就好 我最常听到就是这句话 不要冤枉我 那谁愿意当一个非冤枉的人 所以我觉得说 这个是需要再提升的 不是说我 没错 我可以很清楚的告诉各位 我在诉讼的这21年里面 我看到司法一直在进步 甚至像刑述还大幅的修正 然后现在 言则的证据法则 落实无罪推定的言则 都在刑述里面 可是呢 我们还是要不断的去 检讀跟要求他们 你不能因为这样 你就认为说 你比较好 我以前 一百件刑案 冤枉十个人 他现在一百件刑案 冤枉三个人 他说好 你们做的很好 这我做不到 我没办法说 他这样做 然后就是现在 也很欣慰说 现在台湾这几年 大家就比较 会关心司法或冤枉这个区块 你们知道吗 以前台湾很难找到 像冤枉人称这种书 跟各位报告 我刚刚在陈平 坐在那边就看到 有五彩青春 五彩青春就是在说 我们这个案子的 也很好看 然后有冤枉 冤枉就是在说 日本的主力事件 然后还有冤于人生 等等的书 各位有兴趣真的可以看一下 因为所谓的市场工需 因为有人看 所以他才出 不过社团通常像 冤枉是司改会策划 不管他出的 他出都是赔本 可是他就希望说 大家可以 了解这篇案 好 最后我要讲说 实行 在台湾 大家其实都是持支持的 因为他们觉得说 你如果没有实行的存在的话 台湾会变 治安会变得更乱 通常大家一般 是会比较 反省这个 可是各位你们知道说 过去我们有过五年是没有执行死刑的 对不对 你们知道吗 警政署去做了调查的相关报告 没有执行死刑 结果治安变得更好 可是他从来不会把这数据告诉美派 死刑跟治安有没有统合套 没有 然后死刑他 他如果说在台湾 在美国是七件死刑 有一件冤案 然后各位 你对司法的 相信的程度 跟你很相信司法 如果你是存疑的 那他判的死刑 你们难道都很认同 从来没有冤案 所以我觉得这是可以思考的 然后你们也可以上那个 费死联盟的网站看 他有相关最新的消息 然后有关冷权的部分 你们可以上台湾冷权出经会的网站看 然后有关施改问题 比如说最近大家最关心就是监听的问题 那我到底有没有监听 如果我同时劈腿的话怎么办 那可以就是都没有通知你 然后就随便监听你 这可以上施改会 我觉得就因为我们的意识抬头 我们的 我相信我们的台湾社会是会变得更好的 这个杀人营长当中 我们其实规划了几个部分的场次呢 他其实是让我们看见冤案 那看见冤案我们其中有一部片 就是非法的正义 就是在讲冤语人生的故事 可是我们也想要知道 如果真的杀了人的人 为什么我们也不希望他被执行死 即便他不是冤案 所以我们也规划了一个系列 叫做看见加害人 可是我们也知道 我们当看到那些在哭泣被 在哭泣的被害人的时候 我们的心也真的很痛 我们也觉得那些人 真的是没有天性 怎么会去杀人 所以我们也规划了一个场次 其实他是有一点纪录片 一个关于被害人 一系列的纪录片 那我们也非常欢迎大家来看 不过最重要就是我们在 司法约大头的这个系列当中 我们其实发现 台湾还是非常有 非常多冤案的存在 即便我们已经看到了 经过21年的苏建合案 在去年终于无罪施放 可是现在台湾 还是有非常多的冤案 存在在我们的监狱当中 有一些是死刑犯 那我们也有一些 稍微这样子的短片 也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注意 一起来关注这些冤案 让我们成为他们温暖的对象 好 那就是我们非常非常 谢谢真帮跟建合 今天跟我们带来的分享 如果大家还有问题想要问他们的话 也欢迎可以留下来问他们 那如果对于下礼拜的影展 有兴趣的话呢 欢迎来前面看我们的场次表 也欢迎来说取我们的一个简章